韓式吃飽爱心尾牙 昨天全台同步席开了四千桌 韓式尾牙迈入第三十年 规模盛大 但是创办人曹沁也感慨 越来越多人的参与 其实也意味着这三十年来 台湾的贫富差距是越来越扩大了 街友独居长辈纷纷入座 韓式吃飽爱心尾牙十九号周日登场 全台同步举办十六场共四千零七十桌 估计四万人前来共享佳肴 搬在凯道的台北厂就占了两千两百桌 有八组厨房在前一天就进驻广场备菜烹调 料理从拼盘八宝饭到佛跳墙共十道 上周捐款任桌滤仅七成 但目前已经达标回收成本 韓式尾牙是创世基金会创办人曹沁 三十年前开办的当时有街友向他诉苦 过年店家关门找不到东西吃 曹沁就和志工准备三十个便当送给街友 后来规模越来越盛大 不过草气不认为这是好事 创世基金会则补充说明爱心尾牙邀请对象 从街友扩大到独老 但亲妈妈亲喊学子 这也会使得人数大幅增加 我们是烤地瓜的妈妈 很久了 因为那时候我烤地瓜的时候 我家女儿还不到一岁 所以她有九年了 现场也不乏自立生活者 还有像是这位陈先生 曾经参与尾牙 后来找到工作成为捐款者 今年首次到场担任媒体志工 自助互助涉含式尾牙 迈入三十年不曾间断的风景 记者黄金秋福财台北报道